第一球被打到右半邊 野手 最後蠻驚險的把這個球給揭殺 黃世豪今天前三次都是敲出了安打 有些東西觀眾朋友真的你不到現場就會 感受不到這個氣氛 很多樂趣你想像不到像柴克在這場比賽最精彩的 有可能是剛剛他熱身的前兩球 前兩球基本上完全無視於林昆森的存在 都丟到後面了 我以為他要丟給觀眾 但是後面有網子啊 都直接找那個御膳金礦那個看板丟過去 不過後來就回穩了 第一個球被黃世豪打了一個非手被截殺 打擊輪到王俊傑 雙方目前三分的差距 這個球好球啦 事實上他紀錄裡面他還沒有失壞球 可能就是投得太甜 然後那個球質跟他的名字有點彩彩的 龔龔 王俊傑今天有一支安打一個打點 昨天呢 柴克上來救火當然也救的是還蠻辛苦的 是一開始連續被打出了三支安打 郭建瑜 王聖偉跟張志豪 一度讓分數被相對逼近 這個球打到了右半邊右外一手 這回過來來不及了 六級行車安打 今天上隊的中心打線真的是在七八九棒 今天王俊傑也打了第二支 現在只要再一個打者上來了 所以平頓就有上來的機會 來看一下 哇我們還是給大家看一下了 真的是找御膳金控去 那來看還有第二球嗎 還有點時間來看一下他熱身的第二球 真的嗎 往天上的頭 阿娘 這回早吃的好多 蠻可愛的投手 結果在這一個大席面對今天 也有兩安打的蔡明爵 第一個球先來一個好球 今天蔡明爵三次打擊兩支安打 也回來得了一分 一类上是王俊傑 比賽在九局的下半又緊張了 這個球打成一個滾地球 又要雙殺 阿娘 都沒有抓到Stay 哇 兄弟上的金來座被雙殺夠了 已經被雙殺了四次了 這一個球原本鄭兆煌是一個雙殺的機會 但這一個彎頭 哇 所以鄭兆煌在今年要再加油啊 對對對機會來了 相對的機會來了 眼看是Double Play的一個case 結果第一個動作沒有做好 就想要做第二個動作 失誤了 哇這個失誤真的很嚴重 比較出力了 幫助就這樣 過今年正道我們呢 在九局攻守方面 確實是要好好的 真的要好好發揮 守備已經第三次失誤了 接下來打擊輪到 安打王 還有賽前的打擊王郭建宇 郭建宇目前四乘三二的打擊率 要當安打王 現在就要標安打 打擊王 球出現在是一好就一壞球 這個敗局由張明彥的全力打來帶動了 確實是氣勢十足 現階段呢 郭建宇已經代表的是追平分了 雷上有兩名跑者 這個變化球投不進去 你現在不能天保戰 所以他的變化球控制力比較差一些 陳煥陽目前趕快在場邊做樂事 變化球投不進了 變化球沒辦法 我有聞到那個味道 逆轉的味道 這一棒打成一個右半邊的飛球 右來是往後推再推再推再推 把這個球接殺出局 這時候二壘上跑者 開始往三壘做推進 這球也打得蠻深遠的 現在京城的兩個人出局 可惜了可惜了 這個球 附近龍還是推得蠻好的蠻穩定的 抓了一個右半邊 一個外角的偏高球 往另一掃 差點是追平的兩分跑 三分跑 平常畫在本季的第一場的滲頭 居然這時候還這麼膽戰心驚 不過比賽就是真的攻防都一樣 明先或落後也都一樣 要堅持到最後 一三類有人 這個球打成一個游擊方向 游擊手接球之後 全二壘 從殺的一來往二跑的跑者 也結束了這場比賽 兄弟相對中場 還是以5比8 三分之差呢 該給了一大新六隊 本週對一大是 吞下了對戰的三場敗戰 是 6